把那个东京奥运那一天 倒数计时跟今天比的话相差几天 那其实相差几天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刚讲过了 日期有没有 你就直接怎么样呢 等于这一天 因为实际上在背后是一个数字 指的是跟190相差几天 那就未来某一天 减掉什么呢 减掉这一天 今天今天嘛 打个勾之后的话 结果就出来了 471天 也就是离那个东京奥运的那一天的话 最简单啦 不过还好这个只有算天 可是未来如果算月跟算年就麻烦了 为什么因为算月跟算年都会有不一样 那怎么办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 你可能就要学会什么 你可能就要学会什么 你可能就要学会这个dative 这个dative呢就是解决方案 如果你是算天的话比较简单 如果算月跟算年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要用那个所谓的dative来做 那这个dative要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你们就切到dative 那这个dative后面的话呢 它会有好几种可以计算年就是一个y 计算月m 那其实我觉得第一不用嘛 因为其实两个相减就好了嘛 那另外的话呢 它还有延伸性的好几种模式 就是说呢 如果不管年之后我要算月 比如说我看这个年不算的话 那两个月日的日期减完就是相差几个月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先做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插入函数的时候 不过dative比较特殊 它这个函数 如果你插入那个日期时间的时候 你会发现 dative 里面有没有 没有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这个 这一个dative的函数 它是有专利的 而这个专利呢 是最早是在那个Lotus123里面的 OK 那Lotus123 等一下应该对这个 如果这个软体有用过吗 应该都摇头啦 因为这个Lotus123已经消失了大概 超过25年了吧 因为这个是很久以前 在DOS底下的一个试算表程式 那那个程式呢 因为它为了它相容 因为后来就被以色列被打扮 因为后来就变视窗了嘛 那有视窗之后谁还会用DOS 应该知道DOS吧 就黑白画面那个年代吧 那所以呢 为了要相容以前的东西 所以它有这个dative 它因为有专利问题 所以它没有办法帮你把dative这个函数 直接就放到那个清单里面 所以它用相容模式 那相容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用打的 dative dative 特别就是不要打错 dative OK 字不要拼 因为之前有同学字拼错 拼了什么dative还是什么 反正就拼错了 如果拼错了它就出来结果就错误了 刮壶 那你必须给它什么呢 给它那个三个东西 第一个 三个 第一个就是你比较前面的日期 前面是七日期吗 这点一下七日期 逗点 比较后面日期 所以你要算日期的话 一定会有两个嘛 那比较前面的日期 你就先给 比较后面日期 后给 OK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说那请问一下你要比什么 如果你要比两个日期相差几年的话 那你就什么 打一个Y就可以了 然后呢打个Go 这样就算出来了 26年 而且它这个26年的话 它不是说只有单单看相差几年 但另外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用dative的话 你可以用year 插入函数 里面还有一个叫year 这个year函数 那year函数顾名思义啦 就是把某个日期里面的年抓出来 OK 所以如果说我用year来减的话 你可以year 然后把2016先拿出来 按确定 然后减掉什么呢 减掉1998 所以我把这个减掉复制贴过来 这个的话改成这个 就是用2016 就是用2016减掉1980 也是26 但是特别注意哦 dative跟year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呢如果说今天呢 假如我把后面的日期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8月 特别注意哦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改8月的话呢 基本上呢 因为它8月15 8月12它其实还没满一年 如果没有满一年的话 enter会怎么样呢 你会发现哦 dative就变25 但是year的话呢 还是26 OK哦 主要差别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吧 year的话呢 就是反正都固定的 你那一年就算 就是我就抓你哪一年 那我减你的另外一年 那有没有满不管 就像说你生日啦 你一定要满你才算多一岁嘛 对我们现在习惯是这样 但是如果说你今年到了 你就满一岁的话 那你就year 如果逻辑不一样的话 你可能要不一样的方法去解决哦 OK 所以dative呢 是一定要满 之后才会多一年 year不需要 OK哦 所以这两个可能都要注意一下 year减year 那另外的话呢 月算月 两个日期相差几个月的话 那你其实只要把这个什么 改成M 打个勾 OK 313个月 那如果说你要用其他 算月真的很麻烦 因为应该没有 如果要算月的话麻烦 你不可能说把日期 除以30天来算吧 得到的应该也不会313 可能还是错的 所以算月 我看目前 如果你不会用dative 大概就无解了 OK 所以譬如说dative是非常重要 那算天的话 我刚讲过啦 天的话把它改低 相差几天 但是这个方法我觉得 还是有点麻烦 最简单的方法是这样 等于 刚刚讲过 这一个 这个 这个 打勾会不会一模一样啊 一模一样 有没有看到 所以如果以后你算天的话 不见得一定要dative 所以你可能要灵活去应用 这东西有时候就是 知道有这个功能 另外的话呢 我们后面有一题啦 就是算这个人 他出生到今天为止 他已经几岁了 剩下来他又多了几个月 如果他已经满 他生日过的话 过一个月就多一个月嘛 然后呢又几天 假设这个年龄的话 要精确到他出生 也就意思是说 他出生到今天为止 这个人他已经活了几岁 几个月又几天 而且要完整的叙述哦 要是这样的叙述哦 然后怎么做 关键的地方就在这三个 OK那请各位先试一下啊 这个倒数计时啊 画面先切一下 嗯 你说的